慈悲的父神,主,我们满心感谢神 主,我们有新的一天,我们有新的生命气息 我们感谢主,主,我们也感谢神 你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这么多个礼拜,这么多个月 我们慢慢地从疫情来到新加坡 我们阻断第一阶段,现在来到第二阶段 主,我们不知道几时开始第三阶段 不过我们感谢神,主,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每个人的恩典虽然不同,不过主,你知道 在你的旨意里头,因为神你是全知 神你是全善,因此我们感谢神 因为我们安排的是最好的 个人都量身定做,一个配套 使我们在这个人生道路上,我们继续成长 主,君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这几天 我们要去以色列的地走一走 是我们去生里,让我们看到走一走 耶稣基督走过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 为我们而来,走到地面上 为我们生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 为我们被埋葬,最后为我们升天 现在坐在全人父的右边,来为我们祷告 我们感谢神,祝我求你恩代我们以下时间 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今天开始 今天是拜三,拜四,拜五 我们会去看一些以色列的地方 以色列的地方 这些所有的地方都跟耶稣有关系 所以你甚至可以说 我们这三天要跟耶稣走 祂走过的路 我们要跟着耶稣,跟祂走过的路 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在这里的这一节经文一样 这一节经文告诉什么呢? 耶稣告诉菲利说,你来跟我走 你来跟从我 跟从我 所以同样的,我们这几天呢 我们就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来跟从耶稣 跟着耶稣走过祂以前走过的地方 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就先来了,看一看今天这一节经文 今天告诉我们过了一天 对吗?四日 这个是希腊文的 Another day 然后过了多一天 耶稣想到什么呢? 想到加利利去 所以待会我们就来看 到底这个加利利是一个什么地方? 是一个什么地方? 拜五的时候,我们去耶稣的家乡 在拜五的时候 我想和大家介绍耶稣的工作的地方 可能我们多数人会记得耶稣的家乡 对吗?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耶稣当祂做木匠的时候 你有想过耶稣做木匠的时候啊 祂在哪里做木匠? 你有想过吗? 就好像假如我在新加坡做木匠 有一阵子新加坡的市区啊 很多的工程 所以我就说 好像我住在 可能我住在先驱 Pioneer MRT先驱那里 不过我们的工作呢 其实主要的工作都是在市区 因为那时在盖楼 盖了好几年的楼 所以很多的工程 很多的工人啊 都在那边做工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是一样的 在拿撒勒的城 这个小小的镇啊 它里头没有什么工程 不过这个拿撒勒的镇呢 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是一个圣经没有提到的城市 不过这个城市呢 基本上我们听我把握的 考古学家听我把握的说 这个城市呢 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爸爸约瑟 去打工的地方 因为在那边 以后给你看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城市呢 需要很多很多 会木工石工的人啊 我卖一个棺子 拜五才带你们去看那个地方 好我们继续看 所以他到他想 他想去加利利 在途中呢 遇见了谁呢 遇见了菲利 遇见了菲利 而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就给菲利的一个命令 一个命令 所以那个命令是什么呢 那个命令是你来 你来 你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所以这个跟从的观念呢 是一个我们过去 过去学的 你记得吗 在罗马天主教里头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侍奉 Echolite 就在神父后面的一个小孩子 拿着圣经 拿着十字架 跟着神父后面 这样的一个侍奉 所以这个字呢 直接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希腊文字 叫做 Acholifeo 所以这个字只是回顾一下 不过我们想来什么呢 今天想来认识一下 认识一下什么 认识一下地理 地理 云平最怕的东西 来地理 不过其实 当你认识地理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地理不太难 只要什么呢 只要我们 看一看照片 看一看一些视频 我们就大概 可以明白了 可以明白 所以在这里是很有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竟然说 加利利 加利利 其实这个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一个希伯来文字 我读给大家听 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字 它听起来是 Gali 所以你可以这样写 Gali 所以这是希伯来文字 这个是希伯来文字 Gali 所以这是 当你看这个字的时候 这个字就是希腊文字 所以我读给大家听 叫做什么呢 Gal-li-la-yan Gal-li-la-yan 所以你可以这么写 Gal-li-la-yan 所以你就明白 原来这个字叫 Gal-li-la-yan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来自于希伯来文字 叫Gali Gali 那么你可能就会问 但这个Gali 是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意思是圆圈 圆圈 英文叫做Circle 圆圈 所以为什么呢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它叫做圆圈 我给大家看这个字 所以因为在 Gal-li-la-yan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 标志 标志是什么呢 这个弧 这个弧好像什么呢 好像一个圆圈 所以在当时呢 他们就把这个地方 这叫这个地方 这一块 这块地方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Gal-li-li 所以你可以甚至这么说 Gal-li-li是耶稣 他生平 他生平花最多时间的地方 这是Gal-li-li 而且耶稣在这个Gal-li-li海 花很多人的时间 甚至耶稣把他的总部 HQ HQ放在哪里呢 放在加百农 Capanorm 加百农 加百农那个地方 所以加百农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所以我要说的是 Gal-li-li对我们的祖 对我们的祖是很 很亲切的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 Gal-li-li人 他住在一个 Gal-li-li的小镇 叫拿撒勒 他去一个 Gal-li-li的一个大城市 工作 他出来侍奉的时候 他在加利利海的附近 经常在那边传道 经常在那里传道 不过弟兄姐妹们 可能我们不知道 可能大家或许 很少会有这样的观念 说其实加利利在旧约 不叫加利利 加利利在旧约 有另外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是什么呢 那个名字就是我打赢在这里的 这叫基尼列湖 Sea of Chinareth 基尼列湖 所以假如你看这些圣经节的时候 这是什么呢 这是摩西告诉以色列名 他们要得的地界 所以他们要从哈萨以南 化四番为东界 从这界呢 从四番下来 一直到什么呢 利比亚 要达到这基尼 基尼列湖 东边的东边 这里啊 这样一直要什么 下到约旦河 直到沿海 直到沿海 这四围 这四围就是你的地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这基尼列湖 是什么呢 就是这加利利海 就是这加利利海 我想问大家这个要不要猜猜 这个基尼列这个字啊 这个基尼列这个字啊 指的是哪一种乐器 它是一种乐器啊 乐器 要不要猜猜猜 它像看起来啊 你们看这个图画 看这个图画 看这个加利利海这个图画 你觉得它看起来像什么 像什么乐器 好 竖琴 竖琴 耶 太厉害了 真的是这样哦 基尼列这个名字呢 这个名字呢就是竖琴 竖琴 你们看得到吗 好 所以假如你看这里的话 就是那个竖琴 竖琴 所以在这里呢 好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啦 它的意思 所以当以色列人 他们给这个湖 一个名字的时候 他们看到说这个湖啊 的样子呢 当你从高处看的时候 它 它周围都是山 当你从高处看下去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呢 你看了到那个湖的形状 这他们看到这个湖的形状 他们发现 这个湖的形状很像什么呢 很像一个竖琴 所以英文我们叫做哈 哈 所以基尼列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竖琴的意思啦 竖琴的名词 不是意思啊 而是名词 名词 既然我们谈加利利 我们看加利利海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来走一走吧 来走一走 看一看加利利海 是什么样子的哈 所以弟兄弟这是我哈 这是在这个高原上 看到没有 看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平原 以后你们陪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这是我鼓励大家陪我爬上去的山 不难爬 慢慢的散步爬上去 不会喘 不过到了山上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 一百八十度啊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好像整个世界一样 整个世界一样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 当你在 当你在这亚伯山上 耶稣基督在亚伯山上 看着这整个 整个地界的时候 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啊 那个概念是很好的 耶稣选对了一个地方 他来到这个地方 告诉门徒们 你看你看这个全地 你的后面是北方 西利亚 尼巴仁 你的前面呢 是以色列 巴勒斯坦 看到地中海 地中海的对面呢 就是土耳其 西班牙 等等 希腊 所以耶稣选对了一个地方 一个好的晴天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远很远 所以在这个地方 耶稣就颁发了大使命 告诉门徒们说 你们要去 往普天下去啊 往普天下去 所以这也就是什么呢 这也就是 我们的主给菲利的一个命令 所以当我们回来看这段话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那主呢 的确什么呢 给菲利这样的一个命令 主要菲利做一件事情 主要菲利呢 来跟从他 所以当你严格的来说的话 你发现一件事情啊 你发现一件事情 主讲的这几个字啊 来跟从我 是约翰福音的第一个 第一个什么呢 第一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 the first commandment 你来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 啊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那我们看到说 主这次不是叫菲利的 来我的家看看 不是 这次主在告诉菲利一件事情 我要你跟着我 所以就这些人们 当圣经耶稣跟菲利说 你来跟从我的时候 到底耶稣在跟菲利说什么 主在跟菲利说 你陪我生活吗 主是在跟菲利说 我寂寞孤单一个人 我需要一个朋友 你陪陪我 其实我们知道不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呢 跟从的观念是 多过这陪陪耶稣的观念 所以跟从的观念是 我们耶稣鼓励菲利啊 你来跟从我 你当你跟着我的时候 你会听到我讲话 我讲道理 而这个道理呢 是一个可信的道理 一个真实的道理 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讲 我就是道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所以当菲利跟着耶稣的时候 菲利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听到了 听到了耶稣的道理 慢慢他当他听的时候呢 他开始相信了耶稣的道理 他不只相信了 他觉得什么呢 这个道理不只是可以信的 这个道理是可以拿来用的 是可以拿来活的 更重要的 当他认识了什么 认识了耶稣的时候 他就明白 原来耶稣在讲的这个道理呢 可以使我们洁净 可以洁净我们 所以耶稣在 没有受死之前的 约翰福音17章17节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跟父祷告啊 他说 父啊求你用真理洁净他们 你的话语就是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可能停顿一会儿 我们会想 到底真理 到底神的话语怎么洁净我们呢 怎么洁净我们呢 我最近跟一个朋友说话 他就说 我的想法很乱很乱 这样我就说 其实你懂不懂圣经有过滤器啊 他说你家有没有过滤器 我家有啊 这个过滤器怎么样怎么样 多好多好啊 第一层第二层 可以把沙土啊灰尘啊 甚至细菌啊都杀死 我说这么好的过滤器啊 这样他说 圣经有过滤器吗 有介绍哪一种过滤器 什么牌子的 这样我就和他介绍圣经的过滤器了 然后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圣经的过滤器 我们来想想 到底圣经怎么样的来 洁净我们啊 洁净我们 所以你看在这里 弟兄姐妹们 圣经在这 这个菲利比书第 对不起 哎呀糟糕了 菲利比书第四章第八节 这里说什么呢 保罗告诉菲利比教会 他说我要你们想几件事情 所以这里想呢 想什么呢 想一 想二 想三 想四 想五 想六 想七 所以你可以想象 保罗在告诉我们 神的话语好像一个过滤器 我们的想法把它倒进去的时候 有第一层第二层三四五六七 所以当你过滤的时候 你发现这就是一个好的想法了 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当有一个想法来的时候 有一个想法来的时候 你要问什么呢 你要问自己 这个想法是不是真实的想法 哎呀那个人不喜欢我啊 请问那个想法是真的吗 你有验证吗 还是你自己的感受 这个想法呢 是不是可敬的 英文说honorable honorable 这样的想法是可敬的吗 这样的想法是公义的吗 或者你可以说是just 或是公平的 比如我说我的老公不爱我 请问这样的想法公平吗 公平吗 他天天在外头勤劳苦干 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他真的不爱你吗 当然可能在有些事情上 他或许没有表达得很好 没有做得很好 不过当我们说他从来没有爱过我 我是从来啊 从来没有爱过我 请问这句话公平吗 公平吗 所以你看我们在过滤啊 我们把这个想法放在这个过滤器里头 神给我们的属灵过滤器 不但如此呢 在这里圣经给我们说 我们要问这个想法清洁吗 我要做这件事情在神的眼里 清洁吗 可爱吗 美吗 在神的眼里美不美 这件事美事还是坏事 有道德吗 这件事情有道德 所以兄姐妹们 假如你啊 假如你尝试啊 把你所有的想法 把你所有的想法 都放在这个过滤器里头啊 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会发现保罗给你 神通过保罗给你一个祝福啊 那个祝福就是 赐平安的神啊 必与你同在 换句话说 神的平安 必保守你 所以兄姐妹们 这就是耶稣在讲的道理 耶稣在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语能洁净我们 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 祂能使我们干净 祂能使我们干净 所以怎么使我们干净呢 或许我们可以今天 学这个 记得这个过滤器了 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过滤器 当我有想法进来的时候 我们天天都有想法 当我们有想法进来的时候 记得过滤一下 这个想法是否好不好 是否好不好 所以我每次告诉基督姐妹们 基督徒是很有想法的人 很有想法 而且上帝是很注重我们的想法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神看中我们的心 多过看中一切了 好 我们回来看今天的经文 所以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明白这个观念 当我们说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 真的不是一个宗教礼仪 跟耶稣就是来宁的主日崇拜 也可以去教会了 很好很好 不过跟耶稣不只是去教会 跟耶稣不只是来早上上上课 不是的 跟耶稣是我们听到耶稣的话 我们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 我们尝试去相信耶稣的话 去信靠耶稣的话 去把耶稣的话活出来 所以最近我跟一对做生意的商人讲话 他们是基督徒 不过在生意上犯了一些毛病 很多商人犯了毛病 就是不诚实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东西 但神给他们一个试验来了 他们就很忧愁 所以来谈的时候慢慢的 我们就来思想 你看耶稣说来跟从我 哪怕是商人 哪怕我们做生意 我们都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意人 我知道在事业上 人家每个都这么说 不奸不伤 不过坦白说 我做生意做了五年 我没有骗人 我不是一个奸商 所以是可以的 只是说 这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的观念 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来跟从我 做一个不奸不伤的生意人 所以同样的 弟兄姐妹们 你愿不愿意跟从耶稣 来做一个好基督徒 所以这就是耶稣 在鼓励非利做的事情 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真的跟耶稣的话 不是只是听耶稣的话 而是相信耶稣的话 去把耶稣的话 用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贝利比书四章八节 我今天就学习 把耶稣的话 把圣经的话 把我的想法 放在这个过滤器里头 让这个一层又一层的 这个想法呢 过滤一下 使到我有个好的想法 一个讨神喜悦的想法 这是很蒙福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给你一个应许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有平安的 你一定有平安的 好弟兄姐妹们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继续带大家去坐车 走加利利海 走一边一圈 你们就看看 耶稣为什么选加利利海附近的山坡 在那边讲道 那时候你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 原来只是一个很适合讲道的一个地方 好我们停等一会儿 听众姐妹们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名称上 加利利海 西 有时候有加利利湖 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不同 基本上 在希腊文只是一个字 阿达拉撒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字 只是有时候翻译员 他们会选择有时候翻译湖 有时候翻译海 不过在希腊文原文只是一个字 同样的一个字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希望 希望说 假如是同一个字的话 就可能用同一个字 同一个中文字来翻译的话 大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吗 不过有时候翻译员也真的不容易 他们在翻译过程当中 要分配工作 不是所有的人一起在翻译每一本书 他们要分成小组 小组来翻译不同的书 所以在翻译过程当中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组人 在这一组人里头又分小组人 有一些人负责旧约 因为他们的希腊文比较好 有些人负责新约 他们的希腊文比较好 有些人什么呢 在这新约里头负责福音书 因为他的专长是福音书 不过另外一些人 他的专长是保罗书信 约翰或者另外一些人 专长是约翰书信 所以他们就分成更多的小组 来做这个翻译的工作 不过当你分成小组又小组的时候 他就会有什么呢 用词有时候就会有点不同 不过原文是一样的 原文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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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请赵德吧 为我们这个结束祷告 好 我们大家就一起 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这样有这个学习的一个机会 我们感谢你主要 主要你自己胜利自己的宝座在这里 主要你借着你的仆人的口 亲自对我们每一个学习的弟兄姐妹们讲话 让我们学习约翰福音 主要你在这弯曲背地的时代当中 让我们知道明白你的自己 作为一个不虚度慈善的人 让我们在生活与工作当中 都能够蒙住你的保守 也求助你能够在这疫情当中 能够保守孩子们 无论是心情上还是各方面的 也求助你能够兼顾我们 让我们时时刻刻跟随主你的脚步 不许听你 我们将凡事都交头仰望在你的手中 祷告奉我主耶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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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